請問今天要表演什麼? 亞塞拜然的國歌 亞塞拜然正式名稱是亞塞拜然共和國 它的首都在巴庫 這個亞塞拜然呢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牽制它的地方 就是在亞美尼亞國土內 但是是 亞塞拜然的地方 巴庫就在這個地域內 那個地方呢 回教徒 佔了百分之九十 可是亞美尼亞的基督教徒 佔了百分之八十 那亞 那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這樣這兩國的關係 就好像有點 擦槍走火緊張的樣子 雖然說同為 蘇聯的加盟國 以前同為蘇聯的加盟國 可是現在 現在那個蘇聯解體 俄羅斯沒有在 冰吞他們的眼心 他們也就不需要 顧慮什麼那麼多了 他們隨時可以大開殺界 亂砍亂殺 亞塞拜然跟亞美尼亞的歷史 有一點點出入 亞美尼亞是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國家 亞塞拜然是信奉回教的 沒有最早和最後 他就是信奉回教 亞塞拜然 亞塞拜然在那個 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時候 被土耳其佔領 那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被俄羅斯 俄羅斯帝國給佔領 那俄羅斯帝國後來 就成為蘇聯 那亞塞拜然 亞美尼亞 喬治亞這些 以前被蘇聯併吞的國家 趁機就要獨立 有的獨立成功 可是最後還是被蘇聯加盟的 有的 有的沒有獨立成功 直接就困在蘇聯裡面 有成功的當然也有很多啊 還有一種 有成功 而且都沒有被加盟 這個另外的國家就是叫芬蘭 這芬蘭呢 被俄羅斯帝國統治很久 他對那俄羅斯很不爽 那 他最後呢 就跟 那蘇聯的勁敵 納粹合作 去那收復師徒 那現在先不講 芬蘭 獨立成功 但是 最後還是被併吞的 有亞塞拜然 喬治亞 還有那個 還有 亞美尼亞 那這三個國家 雖然獨立成功 可是問題是呢 可是問題是呢 可是問題是啊 這個亞塞拜然 亞美尼亞 和喬治亞 先後 都被併吞了 其實跟歐洲的波羅 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形很像 都是在19 1936到1940年的時候被併吞的 那好 現在呢 歷史講完了 要開始 吹國歌了 好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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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